我愛家鄉 拒絕污染 民眾拉著布條高喊 我愛家鄉拒絕污染口號 因為有農居公司 將在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設廠 居民質疑高樹鄉屬於水資源保護區 也是地下水一級敏感地區 為何可以通過環評 也由新工廠蓋了之後 製作刀具所排放出的 各色涅等重金屬致癌物質 會污染地下水資源 18日在屏東高樹鄉泰山村 舉行採接活動 表達訴求 要求民眾縣政府公告取水口一定距離 這個部分包含自來水廠 我們的飲用水管理條例裡面 就有規定了 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要公告一定的距離 保障水源的安全 第二個訴求就是希望 縣政府能夠撤銷福星農具公司的 這個環品跟它的建造 由於高樹鄉的泰山 廣福 南華村 以及三地門巷的安坡 馬俄口社部落 六個村的飲用水 都是仰賴台灣自來水公司 第七區管理處的高速營運所 抽取泰山村深水井的地下水 作為飲用水 若泰山村設工廠 污水恐影響到部落居民 因此族人也站出來 表達反對立場 這樣是不要在那邊蓋 因為怎麼講 因為我們都在用那邊的水 我們自來水是從那邊抽上來的 公告飲用水 一定取水口 就是訴求 將跟環保署等單位沿上 達到保護水源的目的 或從限制行為修正 去增加公告的要請 那因為自救會已經提起行政訴訟 現在不會配合來辦理 等待那個訴訟的結果 泰山村守護家園環保自救會 去年八月成立後 就持續反對農具設廠案 去年九月也提起訴願 遭到駁回 今年二月再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撤銷農具公司的 環評行政訴訟 自救會表示 為了保護泰山村的乾淨環境 以及優質的地下水 他們將會堅持抗爭到底 原日介紹我們這晚 大家有屏東高樹採訪報導